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奇趣節目 我是Yammy 今天依然是陽光普照 氣溫越來越高,出街都全身汗 大人、小孩暑假出去玩 真的要提防中暑呀 Yammy,我今天講講關於海底的新聞 讓大家可以清涼一下 立即去片看看吧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巴塞隆拿 一個探險隊水下攝影師 最近在加拉夫海岸附近拍一條鯊魚影片 團隊進一步分析影片後 才發現它並非翻車魚 而是貧林滅絕的尖文青鯊 這次也是十年來 該物種首次在地中海被發現 這位攝影師益術 當時看到一個巨大黑影靠近船隻 在開闊水域平靜游洞 體長大約2.4米 它曾想潛入水中 近距離拍攝鯊魚 最終為安全計 停在適當距離外 自問青鯊最廣為人知的是 它們是世上水中速度最快的鯊魚 每小時可達72公里 可以約起達9米高 廣泛分佈在溫帶和熱帶的離岸海域 很少會在水溫低過攝氏16度的地方出現 至於 它們的壽命仍然是個迷 有說法說 可以達到11至23歲 自問青鯊貴為頂級掠食者 但是就是工業捕魚等狩獵目標 適合攀條 造成皮革 鱷骨和牙齒可以造成裝飾品 魚缸可以製成魚缸油 是國際魚翅貿易的受害者 有海洋生物學家認為 自問青鯊這次在現身加拉夫海岸 對地中海生態系統來說 是一個好跡象 不少家長會帶小朋友到水中暢泳 享受冰涼快感 如果想要其他消暑方法 就可以學這位日本網友 將冠狀啤酒放入裝滿冰的盤裡 再將電動火車玩具 放在罐上快速轉動車輪 兩分鐘就自製冰震啤酒 或網民大讚鬼才 好了,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